真爱向前流保禄 以往农者受到大力家的发展 也先为国内受到大力家的保禄如有经典 这是受到大力家的大量减着影响 所以在接台的如有团也减着了这么多 这几个月由香港社乎都 夹着来推出了保禄境如性的方案 专享国内如有的市场为发展的重心 也减着保禄人文三个潜土都有的重点 希望可以为保禄的观光发展重心来吹出了 山上的话方面的话 尤其可能会发生冲突 发生冲突之后 大家各自回去之后 当我们人员为UK介绍这每一百票的 为后所代表的国师 尽管也减向UK介绍保禄人文特色 人家保禄以外 也可以来体验一个原住民传统的企业的设计 尤其是传统的手工会拼製造 要保禄传统文化很苦 让大家认识传统的原住民生化地毁 丰富精彩的保禄越有兴奋 参加的尤其是都很厚落 现在台湾很多在推这种文化体验 可是在台湾就是怎么样 让它可以跟社区结合 包括在未来的当中 让游客来可以体验文化 是真正的深入体验 而不是只有来走走而已 基本上来讲我可以打95分 精神拍得很饱满 然后我很有收获 小朋友也有收获 每一站的那个解说员 大家基本上我发现他们都很热忱 然后很尽力地在介绍 自己部落的一个特色 也提供很好的环境给我们 跟我想象中真的是 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们本人是台湾UK 虎爱清流中原部落越有兴奋 因为台湾UK人所带都减少 部落观光收到严重打击 辅助川地仁爱乡公所辅助 开始推动部落近流行的活动 找流行社合作 推出汇用无关 但路由内容相当豐富的部落观光行程 希望去英国来UK来到部落观光 真的也想不到说后续有这样子的事情 路客变很少 刚开始部落呢 期望很大 现在可能不敢去想这件事情 有一点失落感 现在的团越来越少 然后也没有跟去年一样 那希望说我们从国旅团的部分开始出发 如果说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游客 或者是说不同文化的人来体验我们的文化的话 对我们的观光旅游的帮助一定是非常的大 这项家会推出以后 UK補名情侯算是相当勇用 也让部落对国来路由是有兴奋希望 更期待可以在派向部落路路由地名堂以后 甚至部正处到其他国家UK来到部落参讽 为部落观光发展另外开票一条专心的出路 接着王家姓柴方报导